这题问是说何者不是氨基酸 先说一下什么叫氨基酸 氨基酸基本成分 中央碳有策略 还有中央碳的一端一定连的是 所谓的缩基 另一端一定连的是所谓的氨基 好关键就是 我把中央碳 然后缩基氨基这样表达 那我现在来整理一下 我用个颜色 中央碳我圈一个圈 中央碳圈起来 然后呢缩基我用三角形 然后氨基我用正方形 你一定要圆形左右各连一个 方形跟三角形 才是氨基酸 我们看是不是呢 好这是中央碳是用圆形表达 好一拉过来这是三角形的 缩基这是正方形的氨基 有啊 对就符合所以A对 然后这个呢 好中央碳圈起来 往上连三角形 往旁边连一个方形 诶这也合乎啊 B也对 然后C选项呢 呃这里 中央碳 哦这边连一个缩基 这边连一个氨基 哎呦符合啊打勾勾 就只有猪 这是中央碳 连氨基在这里 可是他旁边就没有连任何缩基啦 而这个碳呢 如果连了缩基 却没有连接任何的氨基 所以猪不是答案 所以氨基酸的构造 一定要中央碳 左右各连一个缩基 一个氨基 不能分拆成两个碳去连 所以答案是猪 猪不是氨基酸 好这里还有别的问题 不过有班有同学发现 B怪怪的 B不符合 八语体 你看这个碳连几个了 123456 他连六个见解 不对啊 你别急别急 你们没有提出来 是那个班说 老师这个怪怪的 我觉得他不符合八语体 好吧我给他分 你们有人会因为这样不给 选B的吗 没有 喂 那我怎么今天有分 所以那个班是B珠都可以选 五个吗 等一下画一下 对啊 欧式双剑啊 是不是 123456 这怎么会稳定呢 对不对 就被挑出来那个了 好只是提提 这个B选项的图 有点画错了 他其实把这个氢拿掉 可以解决吗 两个氢拿掉就可以了 对不对 他多了两个氢了 或者做一些别的更改 就可以合乎了 好以上是单选题第15题 有一些班级会连B都送分 因为B他认为B有问题